美媒分析 吉安组织副哈萨克斯坦为何意味着什么? 原标题 美媒分析 吉安组织副哈萨克斯坦为何意味着什么? 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1月7日发表题为 关于俄罗斯领导的联军干预哈萨克斯坦危机 我们应该了解的三大问题的文章 作者为埃米·麦金农 全文摘编如下 据哈萨克斯坦警方称 应该国总统托卡耶夫的请求 以俄罗斯为首的一个安全联盟派出数千名官兵 于1月6日抵达哈萨克斯坦执行维和任务 在国内骚乱不断升级 已有数十名抗议者丧生的情况下 托卡耶夫誓言要恢复秩序 哈萨克斯坦的这次抗议活动 在这个盛产石油的国家堪称史无前例 哈萨克斯坦是中亚最富裕的国家 另一个第一次是 这是以俄罗斯为首的集体安全条约 组织自成立以来首次出兵 吉安组织向哈萨克斯坦 派出了一支2500人的部队 这种做法引发了外界的担忧 担心莫斯科可能会利用这次危机 加强其对哈萨克斯坦的影响力 匹兹堡大学 中亚和南亚问题专家珍妮福·布里克 穆尔·塔扎什维利说 这意味着哈萨克斯坦放弃了他的多方外交政策 即在中国、俄罗斯、美国和欧盟之间寻找平衡 哈萨克斯坦总统求助吉安组织的决定 令许多哈萨克斯坦人和国际观察人士感到震惊 虽然集体安全条约签订至今已有近30年 但该组织在该地区以外一直保持低调 下面是你需要知道的三件大事 以便了解吉安组织 以及他此次出兵哈萨克斯坦为何如此重要 什么是吉安组织 在苏联解体后 1992年几个独联体国家走到一起 签署了一份名为《集体安全条约》的共同防御条约 成员国变来变去 到2002年其改组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两年后在联合国获得了观察员地位 除了俄罗斯 它目前还包括其他五个成员国 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 跟北约一样 吉安组织建立在集体防御原则上 对一个成员国发动攻击 被视为对该安全联盟的所有成员国发动攻击 该组织举行联合军演 并推动成员国之间的军售 但近年来 它的目的性开始减弱 该地区对偶尔爆发革命和边界冲突并不陌生 但本周是吉安组织成立以来 首次对成员国的求援作出回应 该组织曾在2020年拒绝干预白俄罗斯大规模骚乱 也拒绝干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同年爆发的冲突 吉安组织向哈萨克斯坦派出2500名维和人员 这有什么重要意义 向哈萨克斯坦派出2500名维和人员 听起来或许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托卡耶夫如此迅速地求助于吉安组织 这一事实本身标志着哈萨克斯坦 与其长达30年的传统外交政策决裂 穆尔塔扎什维利说 这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 许多问题仍未解决 包括总统为何如此仓促地寻求外部支援 这对哈萨克斯坦以及吉安组织意味着什么 距离危机发生还不到一周 我们很难精准判断局势将朝哪个方向发展 以及这将如何影响哈萨克斯坦几十年来在俄罗斯 中国和西方之间寻找平衡的努力 托卡耶夫7日用英文发布了一系列推文 为自己的决定辩解 他指出 对外国直接投资敞开大门的政策 仍将是哈萨克斯坦的核心战略 这显然是为了安抚紧张不安的伙伴国家 对克里姆林宫来说 在吉安组织的支持下向哈萨克斯坦派兵 部署俄罗斯维和人员也可能是一次试探 看看他能否在不陷入困境的情况下 使该地区事态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